10月16号,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主论坛在浙江宁波弥勒圣坛举行,近40位来自海内外的高僧大德、专家学者等出席了当天论坛并做大会发言。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、中国宗教学会会长郑晓云指出,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,传入中国后与中华文化、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度融合,形成了最为完整的中国佛教体系。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,在融入中华文化体系过程中,不仅没有被排斥,反而成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这表明中华文化是一种治愈道的文化,秉持和平开放包容的态度,与不同的文明进行交流和互建。 星宝法师是台湾佛光山宗委会宗长继佛光山助持。 他表示,半个多世纪以来,佛光山与佛光会在全球积极从事各项慈善活动,回馈社会,造福人群。 当今的佛教需要年轻化,古籍化,透过科技所带来的方便性,走入年轻世代生活,让他们认识佛法的善美,并成为未来佛教的中间力量。 如果能透过佛法的实践,必定是人类迈向幸福与安的比喻。 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的主题是同怨同行,和和共生。 与会嘉宾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,也表达了他们对论坛主题的见解。 自古以来,佛教其实就都有了公益慈善这样的一个传承。 我们论坛的主题是和和共生嘛。 因为我们是一个平台,但是肯定会有专业的人士,比如非以保护,一定是有专家。 然后来帮助我们一块儿来把这个事情做起来,包括社会各界的力量。 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公益的活动,这个是我最希望的。 第六届佛教论坛又特别的要说到同怨同行,和和共生。 代表我们爱好和平,能了解中国文化的人,也知道我们的领导人提出来, 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意义。 如果世界能中心一个核色,那我们的这个世界一定会好起来。